提起2012年9月15号这天 是所有西安人不愿回忆的那一天 更是历经这场浩劫的日系车主们不愿回忆的一天 这天,一些寻衅滋事的不法分子 打着爱国的名义暴力打砸日系车 其中导致多名日系车主受伤 当时来自河南的21岁小伙蔡阳就是暴徒中的一员 他拿起手中的U型索朝着日系车主李建立头部杂具 导致李建立重伤并无疾伤残 随后,蔡阳被判刑10年 如今11年过去了 按道理,蔡阳已经出狱了 现在的他又在干什么呢? 本期最终目击,就打大家回顾西安915事件 1991年7月,蔡阳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 沃龙区蒲山镇张庄村的一户农村家庭里 父亲蔡左林是多年的老专家 母亲杨水兰则在家里看孩子,外家种地 蔡阳还有一个哥哥蔡德伟和一个姐姐蔡玉凤 家里条件非常差 一家五口人挤在房顶漏水 墙皮速速下落的破瓦房里 2004年秋天,才13岁的蔡阳刚刚读完五年级 这个时候的他因为学习成绩太差 自己也不想学习,就辍学回家了 由于年龄太小,蔡阳也找不下干头 只能在村子周边干一些零工 干一天下来能赚个50多元 蔡阳赚到钱后并没有攒下来 反而到网吧去上网了 一没钱就去干活,一赚到钱就去上网 这就是那个时候蔡阳的生活节奏 母亲觉得蔡阳不无正义 多次从网吧将蔡阳纠回到了家中 之后的几年里,蔡阳开始跟着大哥蔡德伟 在建筑工地打工 工地的工作非常辛苦 蔡阳每天都很累 但是只要能拿到钱,他还是愿意付出的 2009年,18岁的蔡阳从姑父那里得知 在西安做工地很赚钱,一天能赚近200多元 所以蔡阳就希望姑父能带着他到西安工作 但是父母却并不愿意 在他们看来,虽然蔡阳已经成年了 但是这孩子光知道上网,有些不务正业 还需要在身边好好教导 只是姑父那里缺人手 也向蔡阳父母保证会好好教导蔡阳的 就这样,蔡阳来到了西安 在姑父这里,蔡阳开始学习外墙刷涂料的技术 蔡阳从小到达,性子就很懦弱 小时候受到过校园暴力 但是在工地里,他逐渐变得强势起来 没人敢欺负他 他喜欢上网,只要有休假 他就和工友们跑网吧 在网吧里,蔡阳喜欢一款名为穿越火线的游戏 这是一款枪战类游戏 这种打打杀杀的场面,让蔡阳玩起来十分激情 除此之外,在晚上下班后 蔡阳也喜欢打开电视机,观看里面的抗日剧 每次看到战争的场面时 蔡阳就会在一旁给电视里的八路军打气 还不忘骂几句日本鬼子 刚开始蔡阳还算听话 在姑父这里学到了技术 但是后来,由于姑父管教太严 蔡阳干脆离开了姑父 自己重新找了建筑队干活 一天的工资也比之前多了 能赚两百多元 可是蔡阳虽然赚钱了 但是他从来不给家里积一分钱 赚的钱都让自己给花了 一年到头,他也很少给家里打电话 偶尔会和姐姐在QQ上聊天 但也不会告诉姐姐自己的生活情况到底怎么样 2011年的一天晚上 蔡阳在QQ空间发了一条感觉很爽的动态 大家都很好奇 但只有蔡阳自己知道 因为当天下午 蔡阳偷偷地站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 估计从这个时候起 蔡阳就有点讨厌卖国车了 转眼到了2012年 此时21岁的蔡阳还是单身一人 他在一家建筑工地里担任泥瓦工 每个月干下来能拿到七千多元的工资 但是他还是吊耳浪当 不喜欢攒钱 有钱了就去网吧上网 这年夏天 蔡阳还趁着放假之雨回到了南洋老家 帮家里割麦子 可是他却一毛钱也没带回家里 临走的时候 还偷偷地把家里的电动车卖了 给自己充当了接下来的生活费 2012年 中日钓鱼岛争端计划 国内反日情绪高涨 包括青岛 成都 西安在内的多个城市 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 而9月15号 古都西安同样爆发了反日游行 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反日游行 居然有如此大的影响 也改变了蔡阳的一生 这天早上 西安反日游行队伍开始集结 他们手举横幅和国旗 从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向钟楼涌去 可是这场游行很快便失控了 他们开始打砸日洗车 日洗门店 只要是和日本有关的元素 他们都不会放过 中午12点 蔡阳从工地下班 他乘坐公交车打算回宿舍休息一会儿 可就到玉祥门附近时 蔡阳所乘坐的公交车被堵住了 蔡阳看到反日游行的队伍 也瞬间点燃了他的爱国情怀 他下车后 花三水买了一面国旗 然后加入了反日游行队伍 之后 他发现一群人围着一个日洗车 大家情绪非常高涨 蔡阳随后拿着从路边某电动车上到来的游行所 疯狂地砸向这辆车 而这辆车的车主就是受害者李建立 当时他拉着妻子 儿子和儿媳从北郊赶回家里 到这里遇到了反日游行队伍 遭遇到这些暴脱的砸车后 李建立十分气愤 这个时候 李建立下车后拾起一块砖头 拿到手中吓唬着这群砸车的青年 但是这群人还是不顾一切继续砸车 李建立随手一扔 砖头砸到了蔡阳的头上 蔡阳顿时怒火朝天 丝毫没有犹豫 拿着U行所朝着李建立的头部连砸四下 李建立随后倒地昏倒 妻子王举领连忙捂住李建立的头 此时有人喊道 脑浆出来了 一群人连忙将李建立抬到了路对面 并送上了一辆出租车 之后到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里抢救 索性抢救机时 李建立奇迹般地保全了性命 而这场打砸的活动 并没有因为李建立的受伤而停止 当天这趟反日游行 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据不完全统计 这天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两亿元 其中有上千辆车被砸 其中甚至还有一些国产车也被砸了 而受伤的车主也非常多 其中李建立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头骨被击穿 造成了开创性颅脑损伤 几乎夺去李建立右侧机体全部机能 当天晚上 蔡阳回到出租屋 还和工友们炫耀着自己当天的壮举 甚至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姐姐 自己和别人打架了 还砸了很多日系车 姐姐听后大骂蔡阳 你去砸车 正常人都觉得你要赔偿 我们负担不起 可是蔡阳却直接回对姐姐 这是爱国行为 我鄙视你 然后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 西安915事件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 而关于蔡阳殴打李建立的视频 也被大量转载 视频的爆裹让蔡阳惶惶不可终日 他心想 要是被警察发现自己该怎么办 就这样 蔡阳连夜买了车票 逃回到了河南南洋老家 那些天 蔡阳就躲在家里40年前 该建的老房子里 这里连电都没有 里面非常黑暗 不打手电筒的时候 白天进去都看不到人影 或许就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下 蔡阳才觉得自己不会被别人发现 可是这件事的迅速发酵 让蔡阳很快浮出水面 网友们人肉到了李建立的凶手蔡阳 并且将蔡阳的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全部公布了出来 而西安警方也通过这些线索 最终在蔡阳的老家抓住了蔡阳 2012年9月28号 蔡阳被西安警方正式逮捕 落网时 蔡阳很狼狈 身上没有一分钱 而且临离开时 他也没能见父母最后一面 2012年10月20号 日本服装品牌优衣库 首次亮相西安 开业当天正值周六 当天人潮汹涌 场面非常火爆 一点也不亚于一个月前 反日游行的场面 而这一切是蔡阳无法想象的 那么当初打砸日洗车的那群人 到底是什么心理呢 很明显 他们都是一群寻衅滋事的暴徒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一群黑社会 2013年7月5号 西安市连虎区人民法院 就打砸日洗车一案 做出一审判决 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蔡阳有期徒刑9年 犯寻性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 除此之外 蔡阳还需要向李建立 赔偿258860.06元的经济损失 蔡阳虽然进了监狱 但对于李建立一家的伤害 却是永久性的 李建立是西安人 妻子王举林是河南人 两个人在工作中相识 之后便结婚了 婚后育有两个儿子 因为工厂效益不好 两个人早早便下岗 因为喜欢车 李建立便开始干起了 二手车的生意 由于抓住了时机 李建立通过到卖二手车 赚了一些钱 不仅给即将结婚的儿子 买了一套房 还在2011年的时候 花12万多元 买了一辆丰田卡罗拉轿车 当时买车时 李建立并没有考虑 这车是不是日本车 他只知道这车省油且耐用 生活中 李建立和妻子喜欢旅游 他们经常到全国各地旅游 也曾经出过国 在亲戚朋友看来 李建立算是一个成功人士了 说不上大富大贵 但也家庭幸福 啥都不缺 由于李建立受伤 王举林就整天在医院里陪着丈夫 家里的生意 因为两人的缺席 也逐渐冷淡了下来 后来索性关店了 老两口每个月 只能靠着4000多元的退休金度日 2016年跨年夜 李建立和王举林在西安市中心医院 接受了封面新闻的采访 据悉受伤4年来 夫妻俩已经在西安市中心医院 神经外科45床 度过了4个新年了 由于受伤严重 丈夫必须要天天做康复 不过 李建立意识还算清晰 当记者问他恨不恨蔡阳时 李建立沉思了好几秒 然后说道 蔡阳是爱国 其实是愚昧和莽撞 可我对他却恨不起来 李建立的这句话说得很在理 文中不止一次强调 蔡阳就是暴徒 他的行为根本不是爱国 由于蔡阳在监狱里认罪态度诚恳 他还获得了半年的减刑 2022年4月1号上午10时 蔡阳刑满释访 他走出了陕西省商周监狱 当天 蔡阳的姐姐蔡宇凤 特意从老家赶来接他回家 姐姐提前给蔡阳买了一身新衣服 将蔡阳接到后 他连忙让蔡阳换上了新衣服 回到家里后 父亲还在抱怨 母亲却早已潸然泪下 不管不顾地抱着蔡阳哭泣 可是让全家人疑惑的是 此时已经31岁的蔡阳 变得沉默寡言 他不爱说话 也稳重了许多 如今 32岁的蔡阳在南阳农村脑家待着 这11年来 他已经和社会脱轨 虽然姐姐给他买了新手机 但是他自己却连手机都不会用 蔡阳也迟迟找不下一份工作 就只能跟着承包工地的哥哥 打一些零工